L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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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來到問問Doc Talk的時間 很多人都問我 買床上用品的時候 外面的包裝寫著多少針 或者多少支 究竟有什麼的分別 今天就和大家講解一下 首先講一下 支數 什麼叫支數呢 什麼時候會遇到 就是在內地的一些床上用品 就會見到 支數越高 就代表它裡面的 細緻的程度就越高 即是代表那張床單 或者床上用品就越滑 這個意思 究竟針數是什麼呢 如果你在香港買這些床上用品 就經常見到有多少針 針數的意思就是 每一平方英寸裡面 究竟 中環交錯的線段 究竟總共加上有多少條 舉個例子 在一平方寸裡面 打橫的有100條 打直的有200條 這個就叫做300針 OK 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也是一樣 越多針的話 當然是越幼細 越滑 你睡在床上 就感受到床單的滑的程度 兩者其實是很大分別的 千萬不要混亂 但是唯一的共通點是什麼呢 這個號碼越大就越好 但是坊間也有很多床上用品的產品 會有誤導的成份出現 我曾經見過有一個朋友在問我 那個標榜著它有1000針 那是不是真的很棒呢 但是為什麼摸下去的時候 那麼滑的話 為什麼可以那麼差呢 再留心一點看清楚 原來它的1000針 是每六吋裡面是1000針 那這些情況 其實絕對是取巧 你自己算一算 其實每一吋只有百多針 所以大家要小心留意清楚 今天問問.talk的時間又到了 問問.talk 宜蘭逐個足 拜拜